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的一生或许是很短暂的 可是如果能够把时间利用起来 那么自己的人生就是丰富多彩的 而且也是与众不同的 但是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也许只能够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最终迎来的可能是无限的痛苦 每一个人都有到老年的时候 经历了人世间的沧桑和磨难 看过了繁花似锦的风景 也感受到了寒冬刺骨的孤单 总会迎来孤独终老的那一天 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 孤独终老可能并不是最可怕的 真正令人可怕的事情是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可能会失去了工作 也没有了去奋斗的目标 一旦离开了三点一线的生活模式 可能会有一些不知所措 努力地奋斗了一生 最终迎来的却是身无奋文的境地 也许子女会帮你规划好你的生活起居 而且还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但是当自己的钱包里空空如也 也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 并且注意的地方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 心里面就更不踏实了 因为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 会产生许多的矛盾的 不仅是生活上的一些代沟 更多的还是思想和语言上的不同 并且对于自己来说 做什么事情也总是要看对方脸色的 如果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所 那么必然就是幸福的 人生作为迷茫的时候 就是在昏昏噩噩 混吃等死的婚日子 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 内心无比空虚 贪图享受 却又无法理所应当 不会感受到快乐 当听见有人问 为什么要努力 默默笑了 努力虽然很辛苦 但是请别质疑努力 因为努力不一定会获得成功 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 天道酬勤 努力的人会得到天佑 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在一个家庭里 在我们小的时候 周围的人会根据 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 当我们长大以后 周围的人会根据 你的收入对待你的家人 所以想要获得周围人 怎样的对待 就要看你努力多少 取得多大成果了 我们可以从人生的角度来看 人的一生 要学习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不要总是以为 学习只是年轻人的事情 学无止境 就是在告诉着每个人 学习是要无时无刻的 因为这样不仅能够 提升自己的个人修养 而且也会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起来 我们在人生的前期越努力 那么我们以后的路就会越顺利 选择性也更多一些 但是有一些人 他们的生活总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每天重复着无聊的事情 浑浑噩噩地去过日子 那么必然感受不到时间的魅力 每一个人总是有孤独的日子 如果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 让自己扛得住寂寞 那也是值得开心的 多花一些时间去感受自然的魅力 让自己沉醉在其中 对待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平平淡淡 这样也能够让自己少一些烦心事 多一些自由和田径 人生在世不要去荒废时间 有一种定律叫能量守恒 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一生中 付出和收获是一定的 年轻的时候努力就付出 那么老了就好好享受了 相反 年轻时只知道享受 那么老了就需要付出努力 难道我们希望到了该享受的年龄 还去努力工作吗 我想肯定是不愿意的 所以不要再混日子了 努力工作 努力付出 去创造自己的幸福 3.被疾病缠身 煎熬度日 人活一世风风雨雨几十年 要做到的和要得到的事情那么多 都需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即使你有万贯家财 富甲一方或者高官厚禄 事业发达 但是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 可能身体上就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疾病 整日被病痛折磨 离不开药物 而这样的事情 也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住的 只能够做一个被动者 任疾病去折磨自己 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但是却不为了这份健康而做出努力 那么一切都只不过是徒劳而废罢了 那么还不如多花一些时间来锻炼自己的身体 也能让自己少花一些钱去看病 人一旦生病了 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非常低沉的 而且自己也提不上任何的经历 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非常的烦躁 反而觉得是度日如年 人生在世 最大的心事就是你还健康地活着 自己悠闲自得地喝着茶水 听着小曲 早晨遛鸟公园散步 剑步如飞说走就走 晒太阳坐摇椅 闭目养神 毫不逍遥自在 健康才是你一身最重要的 更是你在众人面前显摆的砝码 四 最可怕的不是孤独终老 而是和一个让你孤独的人终老 对于一个人来说 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最糟糕的事情又是什么 人们说 人有四大喜四大悲 四大喜分别是 九汉逢甘雨 他乡 玉古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师 四大悲分别是 少年丧父母 中年丧配偶 老年丧独子 少子 无良师 世间幸福之事 千种万种 各不相同 但悲剧总是相似 或许没有比这四大人生悲剧 更悲惨的事情了 人最不能承受的 是失去最爱之人的陪伴 成为孤独 然后终老一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后来我才明白 生命中最糟糕的事 根本就不是失去 因为失去 虽然让你感到遗憾 但它也意味着你能够有重新获得的机会 最糟糕的 其实是在你身边的是错误的人 就好像你往盒子里随便装了个东西进去 然后当你找到你真正在意的东西 想把它装进盒子里时 才发现盒子被那些东西给装满了 而且根本拿不开 盒子是你的一生 里面装着的东西是你经历过的事和遇到过的人 错了就回不去了 我们的一生像是一道加减的算术题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无所有 随着年岁的增长 我们拥有了许多 而且越来越多 这是人生的加法 等到老去之后 又把得到的东西逐渐还回去 等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刻 重新回归了零 这是人生的减法 无论怎样计算 这道题始终是从零到零的过程 但是什么时候做加法 什么时候做减法 加多少减多少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有人拥有一切 有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迎接死亡 那些我们遇到过的人 与我们之间都隔着一个个符号 或许他们是我们来增加自己生命的精彩 又或者他们让我们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 遇到谁不可知 但遇到的人却有对错 有的人你生命中缺达不可 有的人会误了你的一生 摩言三杰之一的张楚说过一句话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为了避免当一个可耻的人 很多人急着去摆脱孤独 在他们眼中 孤独是一个人 两个人孤独大概就会远去了 孤独并不是你一个人居住生活 也与你是孤家寡人 还是拥有亲戚朋友爱人死党无关 有人身边朋友无数还是倍感的孤独 有人一个人生活了十几年 内心充实 孤独与否 其实是你和你最重要的人关系的质量 拿婚姻家庭来说 如果一个人在梦中惊醒 发现枕边人是他最在乎的人 那他一定不会孤独 但如果一个人的枕边人 与自己同常一梦的话 那他一定很孤独 其实我们不一定就害怕孤独终老 而是害怕与自己终老一生的人 是个错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你推送新文章 希望你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